那么最近的话呢 有些求诊者问到啊 C罗进行了肉毒杆菌的注射 然后进行这个生殖性增大 那么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 那我想的话呢 这里面可能需要跟大家解释清楚的 那么第一 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肉毒杆菌和肉毒素是什么区别 那么肉毒素和玻尿酸是什么区别 那么肉毒素啊 在这个生殖整形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我接下来讲这三点 那么第一点 肉毒杆菌啊 实际上它是一种细菌 它分泌的肉毒素 是能够使得肌肉产生松弛的作用 肉毒素本身实际上并不是肉毒杆菌 那么C罗杂的并不是肉毒杆菌 而是肉毒素啊 那么我们如果去Google查他的原文的话呢 其实人家直接说的就是BOTOX 就是也就是国外用的最为广泛的 BOTOX这样的肉毒素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玻尿酸和肉毒素有什么区别 玻尿酸实际上是用于组织的添充 只有玻尿酸才能够使得组织变大 那么如果是做生殖器整形 使得它变大的话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玻尿酸应该是用的玻尿酸 而不是肉毒素 肉毒素呢 主要使得肌肉产生松弛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第三 那么肉毒素对生殖器 生殖整形有哪些影响呢 其实如果我们查阅文献的话呢 其实肉毒素呢 已经广泛的用于密脑外科和男科 比如说用最为广泛的 第一它就用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 有些人出现了尿频 反复尿频难以治疗好的话 那么就会使用肉毒素进行注射 那么第二 它可以用于精锁神经疼痛 阴囊疼痛 以及睾丸疼痛的治疗 治疗之后 这些疼痛的话 就可以比较明显的缓解 第三 它还可以用于一些 比如说像提睾机过度兴奋 这样的治疗 这种病的话呢 其实在磷床上并不少见 它的主要表现呢 就是有些男性 总是觉得自己的阴囊非常紧缩 有些时候甚至出现 比如说像回缩睾丸 这样的情况 那么也是可以 在中锁的提睾机上 进行肉毒素的注射等等 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些美容用途 比如说 有些男性总是觉得 他的这个阴囊皮肤啊 总是褶皱比较多 以及阴定回缩比较严重 也是可以使用肉毒素的注射 那么从此次 C罗的这个 进行生殖整形的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去分析来看 那么其实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的话呢 可能C罗注射的是本尿酸 它进行的是 生殖器的这种生殖整形 增大的这种手术 那么第二种可能的话呢 C罗的确注射的是肉毒素 它主要的作用呢 实际上是缓解 比如说像提睾机的这种 回缩呀 丁丁回缩这样的 一些小的问题 目前进行生殖整形 增大丁丁的方法 其实有多种 那么简单的说 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 注射式的方法 第二大类就是 手术类的方法 注射类的方法的话呢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方法 在包皮下层 以及海绵体之间 进行一些天冲物 它包括了自体脂肪 玻尿酸 以及其他的一些 新型的天冲物 那么手术类的方法呢 比如说在 这个包皮 以及阴性海绵体间 这个这样一个间隙呢 放置一些像生物骨片 或者自体皮板 这样的方法 那么两种大类的 这种手术方法的话呢 它们各有各自的 优缺点 那么如果从我们 求人的角度来说 最为简单 那么也最为安全的方法 还是采用这种 注射式的方法 感谢观看